哇 九泽哥它是个大Vocal 只要唱情歌没有人能顶得住 它的声音太有魅力了 哎 坐啊 先来 先聊 也是没想到路人员这个东西说变就变 饶氏王要亲自己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个接地气的国民就角 如今乃皮哥这一遭确实口碑跌到谷底 明明大家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队友而拼尽全力 确实完完全全没想到 因为四公子对自己对陈楚生的犹豫抉择 最后被网友们抓住进行审判 其实王要亲的出发点没有任何不对 毕竟作为队长他总是要以大局为重 可同样是队长 王要亲和陈楚生的情商和做法又是两极分化 接连赢了两场的陈楚生三公罕见惨败走了两个队员 在王要亲坐下方没有拒绝没有答应的无声博弈中 陈楚生当即为了维护自己的部落转身找了别人 而王要亲最后给出解释是想要救自己的老队友魏哲明 可真的想要救他却又犹豫了那么久就让人很难拼 这一次武功组队环吉成楚生部落全人出动 只为了邀请李九哲董宝石入队 而在他们交谈之际王要亲直来 为了避嫌他没有靠近 可是突然拉开凳子的举动 还是让羽众哥哥们都吓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